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教練Henry和大家分享 一些趣的分享 就是我剛才遇到一個電話 非常開心 很多不同的朋友都會帶來 問教練Henry課程 多謝你們 你們的時間很寶貴 所以今天的分享是有很大價值 我肯定是 但一件事要澄清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句 人人平等 首先跟大家說一聲 多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我們ATPCA的課程 澳洲網球專業教練職會 澳洲網球專業教練職會 今天小弟都這麼多年 是 有點冷的 大家做很多年了 小弟就很幸運 很誇張 有澳洲的 有個承諾 去主持這個課程 當然這個課程 是我們的 怎麼說呢 我們的祝福 我們幫了很多朋友 轉行 做自己的老闆 幫到他們幫人 幫到他們 我們就很開心 很感謝 因為我們做這件事都是想幫人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 人人平等的 為什麼要說這個分享呢 就是 剛才我分享的電話 不用說名字 但我跟大家分享的 很重要的 因為 電話那裡 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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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Hello 我以為是那些 宣傳電話 Hello Henry 我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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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實我也忘記了 我不知道是誰 然後 我就很專業 盡我們的狀態去對待 因為我又免得罪人 好像很熟悉 好像你認識我 但我問 我們有什麼幫到你的手 你那些課程 什麼什麼日子 幾號 五月一號 給資料過來 我就說 OK 沒問題 不過我怎樣幫到你 我說 我想了解你的課程 最後我就說 OK 沒問題 我就發了一些資料 給他 然後 就 寄個訊息過來 就說 有沒有 這個叫做 推介費 OK 然後我就覺得 嗯 OK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存在 Coach Henry 就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沒有 了解Coach Henry 的少少的 幕後的 背景 小弟是有讀 徵算的 徵算的 有一個sillabus裏面 的 course 是講 business models OK business models 有很多種 當然做生意 大家都要清晰 有很多不同的 partnerships available OK 這個我是很 沒有問題的 我一向跟大家強調 就是我很支持 其他人去成功 去找到錢 去 successful business 我很尊敬這件事 我也很羨慕 其他人很成功 我一點都不成功 但是我會去 學習其他人 OK 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件事 就是 剛才的訊息 就是一個叫做 referral commission OK 下一次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我們這個market 裡面 做網球教練 你也要知道 其實有很多這些存在 OK and it's fine OK 我跟大家分享 有兩件事 就是 當你行 business 的那個referral 的commission 有一個是 是什麼呢 是要有trust 最重要的是有trust OK 那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這個message 我就說 OK 首先 我們 那個message 也說 有沒有優惠 對 那我就說 是人人平等的 你earlybird報名 你就有優惠 我也是這樣回答 As you would OK 然後就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不想 逐個電話 有些電話 遲些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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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是一個video 去解釋 首先 我們會 人人平等 OK 這筆報名 就會有優惠價錢 after normal enrollment 就是normal enrollment 的價錢 那你說 有沒有這個referral commission OK 這個呢 我覺得很interesting 然後我們就打個電話 我再打電話 我再打電話 是呀 其實呢 我教了這麼多聯播 我想介紹 我的學生 過來你那裏 這樣 那我就OK 我就覺得 OK 沒問題 那 我覺得 首先 做這件事 之前呢 我們要 先有個trust 對吧 對吧 還有呢 我也會覺得 如果要討論任何的 首先我想說 不是那個 那個 怎麼說呢 那個 那個 模特兒的問題 不是 其實是很好的 但我們覺得 最重要是要有個trust的共識 還有呢 如果有任何business 聊這些 共識 這個 partnership 都會是 去跟我們的 Existing Past Level 1 的朋友 聊 因為我們的 Existing Level 1 朋友 他們已經通過了 這個課程 如果是想做這件事 我覺得我會先支持他們 我們也有很多 聊這些 所以 不只是說這件事 是說其他事情 其實那些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在他們身上 我其實 我 分享一個 提示給他們 他們走了 然後他們自己拿 我都不需要 拿這個 referral commission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例子 我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我們的channel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fans 都是很成功的 你們都知道 什麼叫做referral commission 不用我教你 不過 這個最重要 就是 sometimes 你可以拿多少 所以我就會覺得 整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想為一個人好 就是 go ahead and I'll refer and that's fine 這個當然是我的分享 那 就變了 最後 我們就 我就和這位朋友說 其實 我講這個電話 這樣講 一定要清晰 很強調去 講清楚 為什麼呢 我不想覺得 你覺得我是很囂張 或者什麼什麼 因為我想強調 就是 人人是平等的 and 如果 這個人有 這個人沒有 好像去了街市買菜 那 it's not very good ok 要做這件事 是一定要有個 professional handling 的 所以每一位朋友 都可以很放心 and 如果有些朋友 是好奇 有沒有這些 那這個video 已經講完 ok 不過 我也有說 很感謝這位師兄介紹 他們的學生過來 加入 我也會有個 特別的 gift 給你 這些 gift就不用了 那我就說 it's not okay with you and it's okay 你不要的 沒有問題 但是我會有個 gratitude thankfulness friendly gesture 去多謝你的referral 我就會給你一個 gift 但是 做這件事 在他們 你referral and then 是一個 永秋的 那些叫什麼 中介 中介 叫做 我覺得 暫時 沒有這個 especially with 一個未上過ADPCA的人 alright 如果有任何 partnership 我去談 都是with existing L1 students at least L2 當然我希望你跟我說 L3 就不用說 有很多朋友 剛剛去做完L1的時候 他們都很green 去explore這些生意 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個市場 是很open的 其實是很wonderful的 市場 我的朋友應該 不要太傻 去談這些事 但我強調這個 course 其實是 I don't own the course 這個是我們去代表 澳洲的 澳洲 給了一個authorization 我們去幫人 去certify 去educate 去幫他們 去go through this pathway 這個就是我有的 所以我們都很 respect 他們那邊的 course 我們不會隨便去做 referral commission 個人的 我給你一個禮物 OK 沒問題 但就可以 保持 everybody equal的感覺 好嗎 請大家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分享給我的朋友 讓多些朋友可以收看 大家可以告訴我 你覺得這個 這個 happening 你覺得如何 你覺得應該有這件事 或者你覺得這件事 有什麼看法 還是你覺得 有什麼其他 business model 是應該可以做出來的 這個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都是人人平等的 你 early bird 就有優惠的了 你正常 enrollment 就正常 enrollment 如果我私人省 一個gift 有一位師兄 去介紹他 這個就是私人省的 例如一本書 也好 球派也好 我之前也有做過 有些朋友 以為 early enrollment 我私人省的gift OK 這就是我以往做的運作 很歡迎 去聽你們的 feedback 因為很多不同的朋友 是認識多 business 過我的 我只是一個 小弟 小人物 有我有的東西 去幫助其他人 希望可以 將他們的網球 去更上一層樓 好嗎 謝謝大家收看 And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guys soon OK And 下次再見 Bye Bye